我们来看下面 是非常重要的 好 往下走 そのためには因此呢 議題を事前に予告しておくことが必要です 予告 提前告知 那么提前呢 进行告知会议的这个议题 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それによって 这样的话 参加者はあらたじめ議題について 考えをめくだし 自分なりの意見を用意しておくことができ ことができ 能够 能够什么呢 能够这样的话 参与会议的人就能够提前 あらたじめ是提前 这样的话就能够提前 就有关议题方面的事项呢 进行相应的这个思考 然后也能够 ておく 就是表示提前准备一些 自己相应的一些意见 なり在这里强调的是 与前半部分这个身份或者人物词呢 相应相匹配的状态 也相当于与自己相应的意见 可以提前准备一下 好 往下面走到 这个地方 話し合いが活発に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ります ようになります 表示变化的感觉 那么这样子 做到以上这些 那么会议的这个交谈和进行呢 就能够非常活跃的进行了 表示变化 好 往下面走 会议では 会议当中呢 要选一名主席 或者议长 要选一名这个开会的这个主席 作为 係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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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 しかも公平に 要做到公平 公平に 好 後半部分走 公平に行われるようにしたり 適切に判断して議事を進行したりして 適切的に話し合いが進められるように 気を配ります 我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是关键的句子 気を配ります 表示会議的这个議長 你要注意一下上面这些事情 だりだり 全部都是你要注意的一些情况 表示例句在这里 也就是我们回到前面的部分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说到这个会議的議長 你的这个发言 要做到对所有的参与者 公平に 我们先往后面看 公平に行われるようにしたり 原型是ようにする 原型是说话 要这样做 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前面是我们再总结一下 就是说 这个会议的議長 你的言論 要做到对参与的会员 或者参与的这个参与人 要做到公平公正 而且还要注意一些什么事项呢 还要注意一下 你要用一些相对 比较贴切的 或者相对比较合适的一些判断 然后 来促进这个意识 来促进 这个讨论的事项的进行 然后尽量 还要让大家相对 提出一些 提出一些 有相对建设性的这个讨论 好 我们下面走 确实 就是一掌自己 有的时候呢 也想表达一些 自己观点的这种情况 也是会有的 但是需要尽可能的 尽量呢 要有所控制 这个你用到非常多的 全部表示说 要这样做 要努力这样做到 就是说 一定要做到控制自己的发言 而且呢 还要做到 让参与会议的每位人呢 要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そして 個人個人的意见を 大事にしながら 还要 一边尊敬每个人 发表的一些 自己的个人意见 都要给予一定的尊敬 然后 それを整理して まとめていきます 还要将其 发表的言论进行整理 还要最后来一个 总结 好 那下面走 参加者は 前の人の 発言を よく受け止めて 議長に 断ってから 発言するようにします 这个 参与会 参与会议的 这些人员呢 一定要做到 有区别程度 一定要做到什么呢 一定要做到 能够充分的理解 之前发表人 所发表的 这个言论 或者发表的 一些内容 然后 下面走 議長に 断ってから 発言する 然后 断る 可以表示 提前 或者事先 还要 事先 请示 议长之后 你才能再 进行发言 首先是将 别人的东西 听得很清楚之后 你要发言 还要事先 给这个议长 进行 提前的请示 断って 是提前的请示 然后你再 进行发言 用意 开始努力 这样做到 然后往下面走 また 質問なのか 意見なのか 発言の意图を 明らかにする 那另外 你的这个 質問なのか 是你的这个提问 还是意見なのか 还是意見呢 発言の意图 発言の意图を 明らかにする 就是说 你要将什么呢 将你发表的 这个意图呢 要阐明 明らかに 就是要明朗 清晰 要阐明你的观点 好 往下面走 用にします 还是表示 要这样做到 特に 特别是 賛成 反対の意見を 言う場合には 这种情况 发表 赞成观点 或者是 这个 反对观点的时候 その理由を はっきり させるように します 一定要 做到 什么呢 阐续 清晰的 阐续 你的理由 是为什么